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有很充足的阳光的话 它的波纹呢还会稍微的变红 那每一片叶子呢又只有一朵小白花 所以它非常的独特 波叶玉金香它的叶子呢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深的青绿色 那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呢 比较亮的地方可以加入一些黄绿色 那暗部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添加一点蓝色 或者呢是比较深的青色来进行绘画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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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之前有介绍过 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呢 叶子表面的波浪呢 是呈现出一种紫红色 所以我们在边缘呢 可以适当地添加一些紫色 那暗部还有阴影的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用紫色来进行点缀 先用淡紫色呢 浅浅地画出波浪形成的阴影 然后呢我们调一个稍微深一点的紫红色 勾画出叶子表面的波浪纹路 勾画出叶子表面的波浪 剥叶运行箱它的花朵呢是白色的 中间呢有很明显的黄色斑点 作为一个分界线 那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呢 可以先用清水打湿整个花瓣 然后选用一个比较亮的黄色 从中间呢开始运开 画一个圆圈 然后再用清水打湿整个花瓣 在等待花瓣颜色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调一个比较淡的蓝色 用来绘画花瓣上的一些阴影 浅浅的画出花瓣上的一些暗部 注意刻画出每一朵花瓣上的阴影和暗部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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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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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背景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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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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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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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Marco 加深红色画出耳朵里的暗部 用中褐色画出眼睛还有鼻子 继续加深耳朵的暗部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立体 使用高光笔在眼睛还有鼻子的地方点上高光 最后呢我们再用橙黄色一步一步的进行加深 画出稍微深一点的毛发的颜色 可以小笔触的多次添加颜色 让毛发看起来呢就会更加的有层次感 那现在呢我们绘画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做手杖的拼添内容 选用小幅的水彩 还有其他的一些素材呢进行拼添 让空白的地方呢变得饱满丰富起来 就可以完成我们整个手杖的内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